然後呢,第一次使用它會先下載到你的Client端,對不對? 然後如果有更新的話,上面版本更新跟下面版本不同的時候,它就會提示你要不要去下載 那兩邊可以做同步 那也就是說,如果雲端版的資料庫會有個版本,兩邊如果不一樣再下載,不是說隨時都連線 因為你如果隨時都連線的話,那同時如果 幾萬人同時連線的話 那那個server恐怕會受不了 對不對?所以通常會這樣做,就是說有需要去查的話,才真的去抓資料 不然的話呢,通常都是把資料先盪下來 除非你那個資料庫是需要 即時的啦,可能看需求,因為台鐵這種東西,它 通常改變的可能性很低嘛,如果很低的話,那一定要把它 從雲端上先下載到我們的 這個我們的Client端,我們的使用者端這邊去做 如果說它經常變更,那就當然就是要經常連線 但是你要考慮到server的那個能力啦 因為有的時候你 通知App 幾萬個,幾千個人上去,你可能就 就會 server就受不了了 可能所有人都盪在那個地方 就像說之前那個什麼遠通,那個ETAG那個有沒有 就被罵翻了嘛 因為後來才發現原來他們是一台很小的主機 居然要負荷 這個幾百萬個App的使用者 那這只是就是 很大的效果,而且 他們的連線又沒有把它分流 比如說不能夠 隨時都讓它一直連嘛 你可以看什麼樣的機制之類的 它就沒有,它就直接讓你連線 那一定會發生問題的 所以 這個部分怎麼去做 切割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那這裡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Web SQL Database,它能夠做到哪些事情 底下大概相關的,我想各位可以參考4-5 這裡面 那裡面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要去建Database的時候 特別要建,要怎麼樣建立 因為第一個 各位要有觀念 資料庫的觀念 不外乎就是幾個 第一個 我們所有的資料庫 第一個你要先建一個資料庫 第二個你要建,在資料庫裡面還有一層 建什麼呢 建table 建資料表 對 那這個資料表裡面資料表建起來就有點像是 一個表格式的 比如說我們有三個欄位 所以裡面這個table裡面 還會有什麼 還有欄位 所以 資料庫 資料表欄位 這個觀念的話一定要有 所以你